究竟在投资市场会不会有先行者呢? 巴菲达在第一季买了超过510亿美元的股票 究竟他是股票的先行者,还是有排坐艇? 我们作为小投资者,有没有办法看到市场信号 令自己更容易判断市场是否足底?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不要走开!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在这个频道,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投资理论 或者实际的操作,或者自己个人研究所得 并不是为大家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大家自己投资,记得留意风险 最近这两三个月,无论美股也好,港股也好 甚至其他市场也好,这两三个月都是跌的居多 环绕的主题不来乎两件事 第一,通胀 第二,美国加息 在这段影片,会顺着这个物乐 和大家一起分析究竟发生什么事 现在和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经济情况 在一般经济活动下,如果你有很强劲的经济活动 那便会导致需求上升 需求上升,便有机会导致经济过热 过热即代表什么?很多人很久没有消费过 突然之间,一放出来,每个都要买东西 又可能是政府派钱,又或者是股票市场赚了钱等等 当钱多了,人就有一个欲望想买更多东西 由于短时间需求上升,便会导致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变成很多人欠同一件货品 便会通货膨胀 好了,每个东西都贵了,便社会不稳定了 因为有些人赚钱多,有些人赚钱少 赚钱少的,看到每个东西都贵 对于他们的经济影响会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政府便会出动家式政策 冷却过热的经济 当然不是禁止经济 只不过不想经济这么短时间高速发展 而导致有恶性通货膨胀 最后影响民生 好了,基本概念大家都有 那今次通货膨胀的起因又是怎样呢? 各位都应该有概念 第一,因为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运输物流仍然不足够 运载力不足够,便便供应减少 第二,由于俄罗斯、乌克兰那边打仗 粮食原材料生产下降,导致供应减少 第三,钱便便宜了,为何? 全球不断印银子 过往两三年为了振兴经济 所以货币供应增加 在这三个区市下 供应下降,需求上升,结果导致通货膨胀 由于俄罗斯、乌克兰打仗 都是刚刚发生的两三个月的事 所以三件事一合起来 通货膨胀便短时间夹上去 所以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会不断加息 而且每一次不再加四分一来 可能是半来,还要维持两三次 然后到很简单的理论 加息会令借很多钱的企业 每年还的钱多了,所以影响了盈利 由于盈利预期下跌 因此股价就会相对应下跌 也解释了为什么今次的纳指会跌得比导致多 又或者说,新经济股本身是靠借钱为新的公司 跌得更加急了 由于市场预期 联储局会在短时间会加几次息 因此债券价格下跌 资息率上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十年期的图 美国国债的息率已经去到差不多三年 另外,在原材料方面 在打仗的背景下 以及物流运输承载力不足的情况下 大家都会见到 大部分的商品过往一年都升了很多 大家要留意 不要用香港的通胀来做比较 始终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 它的通胀率是不一样的 这幅图就很清楚了 大家会看到 美国最新的通胀率已经超过8% 比起上几年增加了很多 好,我们又看个breakdown 究竟它通胀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大家看到了,房屋超过10% 紧随其后才到教育,其他产品服务 在另外一个图大家都看到 美国新屋的价格在2021年升了很多 基本上都吻合刚刚的图 美国的通胀其中一个主因 来自于房屋价格上升 为什么跟大家看这么多 美国通胀的资料呢? 重点来了 现在会跟大家看看一个产品 叫做tips tips 大家未必有概念 但是如果我用另外一个terms 你应该会懂 那个就叫做ibong 通胀挂勾债券 相类似的东西 美国就叫做tips 通胀挂勾债券 美国政府出的 近乎无风险的产品 它的派息取决于通胀 通胀越高,它的派息越高 由于我们不是美国居民 所以买不到ibong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 由很多ibong 组成的etf 以下例如有这些 例如有iShares的 0-5年的tips bonds SPDR出的1-10年的tips ETF 我随便拿一支 和大家一起研究 这支是iShares的tips bond ETF 我们可以看看 它最近两期的派息都挺高 一期去到差不多8毫 最近那期甚至高至9毫 4的派息 如果通胀继续上升 它的派息更加会更多 大家可以屈指一掃 如果真的派到1元一个月 这样的派息 一点都不少超过10厘 听上去就很吸引 超过10厘 甚至现家计 我当不再增长了 700厘走不掉 好了,问题来这里了 如果有一支这么低风险的债券 而你又预期它的派息率 可能一年高达10厘 那大家为何不一起买tips的ETF 而去买 美国三年期、十年期 甚至乎三十年期的国债呢? 那些只有3厘 但是这些ETF 有高过5厘以上 大部分都700厘 那你照计没有理由买 固定派息的ETF 如果你预期 通胀会上升 好了 下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看这个图 美国通胀在2020年 是去到最低 只有1厘多 但是你看tips tips的Bond ETF 它在2020年的价格不是最低 最低在2018年的年尾 大家可以仔细看回 tips的ETF 在它到底之后 差不多一年 实体经济的通胀才落到底 大家看回tips 在2019年到2020年的股价 是不断上升 升了十多个percent 但是同期 2019到2020年 其实通货膨胀下跌 按道理那段时间 tips邦派的息 是会派得少些 按道理 派这么低的息 那段时间 就不应该升 不要紧 我们一起看下去 这只tips邦的ETF 去到2021年中 到了顶 去到2021年 大约9月到10月 做第二个顶 然后就开始一轮的下跌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不是哦 明明2022年 通胀才上到顶 你这段时间 股价又下跌 但是呢 它的派息又上升 那也很棒 两样东西一夹 资息率 就可以很短时间 知道像现在 9厘 10厘 很高 这段时间 你可能又会想 隔壁明明越怕越多息 因为通胀那么严重 但是 为什么没有资金流入呢 价格还要下跌呢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可以吻合 最初跟大家讲的经济理论 市场预期 当通胀上升得很严重 好像上一季 美国就会很快加息 很快加息 就会压抑经济 压抑完经济 通货膨胀就会落到一个合适水平 市场其实就是在赌注将来 赌注未来一季两季 联储局的加息 可以压抑通胀 当你有这个预期 那你就现在就不预期 之后那半年会派回这么高息 如果你预计之后派少点息 那你就自必然 不想用这么贵的价格 去买TIPS的ETF 因为你都知道派息会少回 通胀会跌下去 因此它的价格就下跌 当然 大家都没有水晶球 我这里只是拿一个做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另外几只 TIPS的ETF 其实走势也很相似 透过TIPS的ETF 其实带出的结论就是 通胀应该差不多到顶了 因为TIPS的Bond ETF 会给经济活动 早差不多半年 如果按照TIPS的ETF 做了一个商顶 维持三四个月 那未来 美国的通胀应该都是 在三四个月内 将会到达最高峰 然后在两三次 加半尼息 甚至乎更多的情况下 它最后的通胀会按下去 当市场开始稳定 大家会预期 联储局在平衡经济状况 和通货膨胀之间 取一个平衡 它不会无限地加息 因为会伤害到实体经济 所以合理理由相信 联储局在压抑通胀里面 按得住 它就可能慢慢不再加那么快 最多就会收税 当市场慢慢预期 联储局不再大幅加息 资金就会流入到股票市场 那究竟时间到尾呢? 究竟是巴菲特入早了 买TIPS帮的投资者 沽货沽早了 还是大家预期都对呢? 未来下一季将会迎来一个反弹 或者市场开始慢慢有共识 不会加到太多次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 下一个转捩点 我相信 就会是透过TIPS帮 不再跌 开始掉头上回去 到时大家就可以看看 TIPS帮的大部分投资者 是否很准确地预测到 通胀是否到顶呢? 当然了 市场可以 大部分人一起错的 如果市场估对的 大家可能要做定功课 准备迎接下一次升浪 如果大家听完 喜欢这个频道 喜欢这条影片的 记得按个like 或者你对通胀 或者加息有什么不同的底法 在下面留言说 还有如果想帮这个频道 继续发展 可以参加做会员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